謝女爪共鳴 今集謝女爪共鳴 今天帶上來的唱作人是今年還是去年的新人 應該是今年 2017年這樣計算 我們今天的嘉賓是王嘉儀 Sophie Hello 大家好是王嘉儀Sophie 是今年嗎? 即是你的EP計算是今年 嗯嗯嗯 2月會出實題碟 雖然是拍了一首歌 但正確來說都是計算到今年 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新的出發 是啊2017年 好練 好練 那應該叫你做Sophie還是嘉儀好呢? 因為我上網看經常都搜尋 為何有個嘉儀王和Sophie王 之前不是叫嘉儀的嗎? 對 因為我想有一個比較容易記的名字 其實當時我英文名叫Sophie 全名叫Sophie 但我覺得Sophie比較容易記 我又覺得那些人叫我嘉儀 我又會回應的 所以沒有太大的分別 所以整條都寫出來 是Sophie加伊王 現在寫完 如果再留意一點點 最近嘉儀又派了一首新歌 我想馬上問這首歌 因為我經常拿著碟想說 咦? 只是歌名也很特別 對了 究竟怎麼讀呢? 我不想 我怕我讀錯了 所以我給嘉儀自己介紹 你這首新歌 我這首新歌叫做 Like A Gun 因為我叫做Lip OK 那個Lip字想怎樣 好像是 我真心問 不是我真心問 因為不是我自己有感官 其他譬如DJ朋友 譬如阿斯芬阿紫維那些 為什麼不叫Like A Lip 或者Like A Gun 就算了 為什麼要加一個Lip字呢? 其實呢 因為一開始 做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有沒有叫Like A Gun 嗯 然後我跟我的田字人的朋友 叫黃樂爾 他很好 他就跟我一起去聊 整個碟他都會跟我一起去談歌詞 怎樣去處理 有些是合甜的 那這一隻其實 Lip呢 是他命名的主題來的 那因為其實Like A Gun 那時候我寫 是因為一個男仔的眼淚 對於我來說 好像一個槍擊 那麼有威力 嗯 所以我就寫了做 You shoot me like a gun 那我們 然後再研究下去的時候 樂兒就衍生了 聶人和聶物這個概念 可能男女之間的拉扯 或者一些軟弱的時候 其實到底你是 互相去 怎樣說呢 互相去試探 還是真的有那個所謂的獵人 還是獵物呢 所以就變成了 其實挺有趣 因為你拿著槍打獵 所以我覺得是挺有趣 我又沒有特意去想 因為 其實整個project 我這個叫做DIY EP 那意思就是 我沒有一個特定 我要怎樣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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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k Line是英文 那我想繼續 那我就決定不到用哪個 那我就兩個都擺盡 其實每首歌都有中英的 OK 只不過 呃 出來之後 就是變成一個名字 那我就 呃 變成一個名字 一個名字 其他歌是不是都會這樣 對 我覺得深淵就不用 就是我接下來有一首歌 又有一個深淵的 那 這個我都會是 呃 叫做什麼啊 第二主打的那些歌 是是是是 那那個就不是的 是 不過每天主這樣叫都可以 如果我 以後讀的名字 就是譬如第三首歌 叫You got me mad 然後我還會讀 漢南神的念書 這樣 很長的 我會這樣讀的 因為我看到第一首歌 是Like阿根烈 這樣嗎 你明白嗎 如果我家裡 原來是這樣解釋的 原來我還有一個 你 眉眼眼大空掌 我被困 你 你 神節間是 手動 茫妙地震 如果 可抱緊到增加氣氧 那要搏一萬斗 就不摸個肝 今天口氣上 想把你吞 有心疼望上癮 就買掉靈魂 如果 空狠到狠不了心 還等你一次 嘔吞滿掉關 給你手搶 我醜不了身 敢做獵物 還是太白 來的 你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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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You should be like a girl Don't take it like a girl 我未分成怨恨恨 You should be like a girl You should be like a girl Love should be like a girl 願若有終殘養 作為第一首EP或第一首派台歌 跟還是裂都是一個很強烈的表達 會不會是你處心積累 我這次一定要響 這樣呢 又不是這樣 反而根和裂都是源自我的音樂 我寫的時候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每一首歌 全部都是我自己寫的 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的經歷 我喜歡把自己的情緒和故事放在音樂上 等我跟觀眾分享的時候會有那個連接 為什麼我選擇這首歌做第一個plug呢 其實真的很純粹因為我很喜歡這首歌 我覺得做完之後有點新鮮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Fusion 大家聽了我都知道 為什麼全部不同曲風 但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我想做一些新鮮一點的事情 我想去嘗試打破某程度上的框框 那我自己之前 去到某西蘭讀書 都接觸多了不同的音樂類型 然後再把那個音樂類型 跟我喜歡的廣東歌拼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like a gun leap 我覺得都蠻有趣 好像變成一種 就是貫穿到我自己的某一方面 例如我很喜歡Fusion 就是一中一英 我這首歌也是有廣東語也有英文 我當這是自己的特色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考量 都不是基於這首歌 我記得有訪問也有說 在街上之前也曾經有機會出碟 有機會去簽公司等等 但可能因為音樂上不是你自己想寫 想做的 所以你就決定不如先等一等 最後自己現在出一首 真的覺得自己希望 是屬於這個曲風 或者想帶給聽眾一個新鮮感的歌 其實這個過程也挺久 什麼時候可以籌備呢 這首歌其實 由一開始 一開始 2009年 很害怕2009年開始 是不是 其實 不是 很難三言兩語交代 我講短一點 可能Sophrology這首歌 就是這一年多 但是 即16年開始 15年 我數漏了 年多 因為寫歌的話 其實由我從新西蘭讀完書回來 就已經開始去寫 我就會拿給阿希 我們一起去研究 趙曾希 對 因為趙曾希現在跟我合作的模式 她是很好的 她是我的老闆 但其實她也是投資者 就是她會放手 真的放曬給我去處理音樂上的東西 所以 出來的 她也是想 有一些屬於我自己的想法 或者屬於我自己的人風格 或者一些比較獨特的東西 所以我們 那個目的也是想做一些新的東西 好的 即使會撲空 你全身像鳥飛 遺下的傷口在古地 而我已有準備 因為你 TIME 尚 Want寶可 再生氣 等到 看出我 无法让眼泪放任跌下去 变渴下去 如爱上那生命 明知该退去腐结的 恰在美丽 不会逆 还越适逆 明明奋力增开心同地 仍然继续背头 不退避 受力致命 谢女酒共鸣 谢女酒 王嘉宜 谢女酒 王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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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在第二年去到新西蘭後 回來後睡房又變成一個工作室 買了器材 開始寫歌 放學回來後就開始寫歌 有什麼事做我就是寫歌、唱歌、表演 久而久之我個人的行為打動了我的父母 我想我父母其實很疼愛我 到最後他們都是想我開心 我有坐下來跟他們聊 其實到這一刻他們都會擔心 我覺得很正常 我自己都沒有什麼可以保證 有沒有兄弟姊妹本身? 我有哥哥 他都支持你 很支持 我經常覺得雖然他們擔心 但他們看到我很努力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給我時間去做 OK 也是的 開始可以更加告訴其他家長 不一定是那幾行的 就是你的子女 他怕我玩 我想父母最怕是你進來玩又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竟然又被人騙了 尤其是從小到大都說娛樂圈是一個大染缸 但是嘉儀又用行動證明 但由一開始回帶他們17歲參加比賽的時候 你爸爸媽媽已經是支持的 是啊 那個位其實像你說的半隻腳踏入娛樂圈 可能他已經有一點預感你都將會走這條路 可能是打了底 但當時我參加巨星是剛剛考完會考 即是你考完會考就有半年 即是沒有事做 真的沒有事做 我去了玩 是 所以你可心而知我的狀態 根本跟入行完全差天共起 是馬子的事 是 所以我說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遇到一些這麼好的機會 遇到一些這麼… 支持你 支持我 也帶了我進一個很適合的方向 OK 始終我覺得入行了 無論是半隻腳也好 還是一隻腳也好 全身 全身都入行 我相信無論如何都會做到歌手 或者希望在這一行有些發展 即你都不是一個玩玩的人 但同期看到其他人都陸續出道 其實那個過程有沒有說 如果我自己快一點 或者當初答應就行 有沒有這樣的 struggle 因為同期譬如許廷鏗 甚至乎小巧也出了 說到去年 那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心態 一定有的 會有比較的 特別是當你自己 未找到自己的方向的時候 特別容易覺得自己差一點 但是 很好的就是 這群朋友其實由始至終 很支持我想做的事 即他也跟我說 你追蹤自己的想法 可能每一個選擇 其實都有他的正負面 即他們可能投身了 很快就出到碟 但可能有些事情他們想做 但未必做到 那這個 我覺得有很多give and take 那我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譬如你說許廷鏗啊 小巧他們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難處 那我們就一起去聊的時候 其實都是用支持的心態 因為每個人的機遇能力都不同 我沒得這樣去怨天由人 我反而覺得我focus在自己 我可以做到的事就已經是最好的 嗯 OK 也是的 許廷鏗還有幫人弄牙 哈哈 他有幫我弄牙 是嗎 是嗎 也挺好的 即他也追蹤自己 因為他想做一個出色的牙醫 OK 說笑話說笑話 但是好了 現在正式都出道了 對 那接下來在合作上 會不會找一些唱作人合作 還是想唱歌 還是自己來 一首包辦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我從來做歌 沒有一個特定的框框 嗯 那似乎是阿熙 他幫不幫你 或者他覺得好不好 其實這隻碟 他類似一個QC 就是quality control 可能我在入 因為我有份監製的四首歌 那我自己砌完這些東西 那他就會進來 因為他有錄音室給我用的 嗯 那他就會進來 那他就會說兩句 要好一點 然後就離開了 那我要再自己唱 所以整個運 某程度上他是由得你的 是啊 我不是說 他真的由得你的 但是由不由得我去到由得我 就是剛剛認識我去由得我 這個當然是有一個階段 就是他都相信你 這個護信其實是用幾年的時間 認識是由參加比賽已經認識 是啊 其實他由那一刻已經很 他是評判來的 是嗎 對 他是評判 他說他喜歡我的聲音就叫他唱歌 他是很保護我的功能 他就教我怎樣利用你自己的音樂 化成你自己人的能力 那我中間是很辛苦的 就是他free hand的時候 我有很多大 就是他相信我多過我自己的 嗯 OK 是啊 所以他說他是一個很好的音樂人 或者很好的老闆 就是因為他有這樣的資歷 他有這樣的財力 或者什麼都好 但是他其實 又放心給你 對 他又不是說你應該這樣做 你應該這樣做 他反而是很open minded 我說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他真的會認真聽 他很有耐性去想知道我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他又始始終覺得 你音樂要有延續性 其實你要很真實 你要那個人由心出發 以及不應該再抄襲 或者去再做一些已經做到的 這是其一個人嗎 即使我們要討論 只想要是 此原因 這場所存在 這場所存在 尤其是 永遠不斷 他們不會會 有一場所存在 我們也不可能 I say there ain't no easy way There ain't no easy way So Daisy, never let your heart stray on the grave Oh yeah Girl, you should have known, you should have known You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ain't no easy way So how did I let slip away? How could I let slip away? Let slip away And I know that you're long gone away But my world still feels like yesterday Like yesterday Like yesterday Your face, your eyes, your lips Submerging into my face The same ache After all my long and grave Oh yeah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And I say there ain't no other day Cause there's never an easy way Oh 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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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那時候其實我不是寫歌的 那時候七個月星我只是唱歌 所以 那時候也不知道自己有能力 還是 不知道 完全是一塊飯 但是為什麼我參加《車禮巨星》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唱歌 這個是我自己一定知道的 但是完結了比賽之後 其實我沒有再簽任何公司 是 那我就去了讀書 其實那時候真的小時候 那時候十六、七歲 我又覺得我只喜歡音樂 就是我不用做這些事情 那之後很多 其實我很幸運 有很多朋友 貴隱 他們就會跟我說 你唱歌很好啊 為什麼你不簽公司 就是他反而反過來問我 那就給了很多聯繫我 那時候我又會去面試 但是其實有 就是 大部分 對啦 大部分都是 拒絕 我很深刻就是 我看到一個A&R 他都跟我說 很誠實地說 你唱得很好 但你沒有個人風格 那時候我才是第一次聽到 個人風格這四個字 我從來沒有考量過這件事情 因為我參加比賽 我是唱別人的歌 我從小到大 我從小到大 我唱歌好已經有人讚 我沒有想過 原來做一個歌手 其實有那麼多 需要那麼多的根基 或者去尋找自己的風格 那時候是多少年了 大概 那個很早 那個大唱片公司 我想十九、二十歲 但我參加巨星是十七歲 嗯 之後呢 再見過幾個唱片公司 有些就覺得我寫歌太悶了 可能因為一開始我 不懂寫歌 即是已經寫歌了 開始寫了 對 我開始寫歌的契機 其實都是阿希的 是不是就是那一句呢 不關事的 不關事的 關於阿希的事 也有不同的前輩跟我這樣說 如果你想在音樂上進步 或者他覺得我這麼小 你就發展一下自己的風格 那他又見到 那時候可能很多唱作歌手 也都越來越有這個趨勢 那他就說 那你就學一下寫歌 那我開始真的一塊都寫不到 我覺得很懶 什麼叫寫歌 而且我很不喜歡 將我自己最心底的東西 就這樣坦蕩蕩 都經歷了不同的難關 再加上 譬如有些人說 你沒有個人風格 然後我再拿著那些歌 我又再去給唱片公司 他又說悶 那我也跟過一些其他監製聊 那有一個好前輩 又跟我說 這個城市 是沒有人對王嘉儀有興趣的 就是他說 你應該唱一些大家有興趣的東西 可能比較大陸 主流一點 那 那 再之後 都還有一間唱片公司 那就是 吃了幾次飯 那 那 那 但都是同樣的原因 都是覺得 同樣的原因 就是我發了我自己寫的歌 那 他就說 女兒 現在沒有人做這些歌 是 你唱一些Hit歌 coverHit歌 給我聽 那我就 好像回到原點 那 那我就 其實有多悶呢 很無奈 其實 因為現在聽 現在嘉儀你的作品 很明顯就不是悶的了 謝謝你 很明顯就是另一個 又不可以說很另類的 但是 跟平時聽開的KPOP主流很不同 是不是 以前那個你不是這樣的 那些歌 其實我就想問一下 他們覺得悶的意思是什麼 始終我那時候見到那間公司 畫門那個 那些歌是比較早期的 可能我說21歲 不是這幾隻 不是這幾隻 而且這幾隻 其實是在我這一年多 我覺得我的音樂歷程 速度走得快了很多 意思是 我遇到很多音樂人 給我很多養份 去成長 但是這個契機 其實我都要回到 當我很多唱公司說 這個是不可能的了 那我真的不認同 因為我覺得 我在紐西蘭 我做音樂族這麼開心 我想回來 我就是想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我就找阿希 那阿希 可能他本身是一個音樂人 還有他一個 很有心去做音樂的老闆 我覺得 真的很好 他就給我很多空間 就是他就去學唱歌 我寫完那些歌 他是不會有一種 說 你今天寫完 你明天就要馬上知道 你怎樣去編 他給我很多耐性和時間 給我去找 他亦都給我自己 去找不同的朋友 去夾 所以變了出來 我覺得 為什麼那些歌 現在變了不換 其實是很多 原因是因為 他給了很多時間 令這些東西去醞釀和成長 OK 不過我覺得最後 其實也要選對的路 證明當初你的拒絕也好 或是需要一些時間 讓你磨練也好 都似乎是對的 因為似乎才會做到 今天你都相信自己 是正確的王嘉儀的路 我已有準備 從那麼起 失去一切跟你比喻 無法讓眼淚放任跌下去 變渴下去 如愛上那生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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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該退去苦結的 卻在未來 不會你 還月追你 明明分力更開心同的 你仍然繼續回頭 不退避 愁這滋味 問過 念黑眼味 忘記 也有種氣味 嗯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剛剛有經歷過要找個人風格 有經歷過要學創作 你在哪個範疇是先摸到一點頭緒的呢 寫歌 寫歌 最主要是因為我去新西蘭七個月交交 我在那裏玩很多音樂 不是上學那些 但你的交換是自己讀大學的時候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交換 不是音樂的 不是的 不關事的 但可能那裡的城市的氣氛 就是很多這些文化音樂的東西 Busking 還有我會form band 那裡的那些縮生全部都很喜歡玩音樂 七個月而已 你已經form band 再寫歌 然後就Dismiss了 因為七個月而已 你也要一個月來form 很快 很快 因為那些是Jazz band 不是寫Original的 就是唱Jazz的音樂 那契機就是我認識了當時的 可能叫初戀 他是一個唱作人 是韓國人 不是 他在那裡的 當地人 所以我們 我回到香港之後 久前了一會 無奈分開 但是某程度上 我 很不開心的那些東西 我只是用音樂去抒發 所以那時候 我們 我跟那個男生分開之後 我不是很懂得表達 那我就變成瘋狂寫歌 我覺得 很多東西這樣說好像很涼 但是我經常覺得 好像 看回頭 我覺得我很不開心分手 但是我覺得他給了一份禮物 他給了一份 我現在開始就懂得寫歌 至此我就開始寫歌 OK 所以這首 第一首派台已經是幾零類了 我覺得 我覺得 但我覺得我仍然是POP 是的 仍然是POP的世界聽到 但我剛才提及一些歌唱的人 因為我看到他的音樂上的製作 不只是你 前次 很多朋友 其實我看到下面有很多人 很多人 即是T媽王靖等等 一丁 這個也是 所以我這年多的音樂歷程走得很快 就是因為我突然遇到很多這些音樂人 在我製作這些歌 其實打開門口的鎖匙 都是阿熙幫我的 阿熙幫我打了一個電話 就是找Alan 找盧凱彤 那時候A No Easy Ready的Demo 是我第一首寫的歌 我很珍而眾之 我當然要找一個很厲害的結他手去彈 就是轉了做廣東話首 滋味的結他手 他就介紹了 他聽完我的Demo 他就說好好 介紹了一個結他手叫Ari 就是澳門的一個結他手 很厲害 我們結識了 他就搭過杜凱倫過來 結識了之後 第二個禮拜 他說Sophia 你有沒有興趣來我們 當時有一個Live House 就是現在執了 但當時有一個Live House 我有一個Show要玩 我去到的時候 我就認識了 彈You got me mad 那幾個朋友 然後因為這樣 我就結識了Derek 然後之後我又再唱 尖空的和音 一直這樣去吵回來 一直這樣 我很幸運遇到這些人 但我同時 我覺得經常 我很想告訴別人 就是你在做一個正確的事情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那些吸引力法則 你會突然吸引了這些人 紅類的人 就會出現 吸引了這些人 就會回來 所以這些人 都是這樣 大部分 都是這樣 躺躺躺躺躺躺 所以對你來說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 挺好的開始 因為第一隻碟 E.P.已經有這麼好的班底 對 無論是學習也好 還是給其他人聽也好 我覺得他已經是我的寶寶 OK 就是很 我拿了出來 我真的很真心 我想告訴別人 這個是我的音樂 也很看得出 你是曲詞偏監 你也要踩下去 就是你的寶寶 雖然是第一隻碟 但是你已經很有信心 自己可以一手包辦 其實信心是阿希給我的 我真心 因為我自己第一隻碟 誰知道自己可以做這麼多事 反而是我 譬如 別人給了我 我不喜歡 他就說 那你自己做吧 他就是用這種 類似激象法 因為我再 就是兩年前 我再 那個人再 我不會說 就是那個人沒有那麼容易躺開 就是別人說什麼 有些攻擊性 我就自己做 你不說自己做 就做 練少氣性 對 我就做 有人不幫我 我就做 我當時有埋怨 但是我過了之後才發現 那時候很傻 哪有老闆會給我這麼多機會 去學習 現在代落袋的是我自己 剛才可緣問完之後 我再看看Sofia的反應 你猜她是什麼星座 天傑座 不是 其實是一個很有自信的水瓶座 對 難怪我立刻問了 是嗎 對 你看阿斌 阿斌是水瓶座 不用了 同事 是 借女爪共鳴 3時後 正說室有金融海源和Sofia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王嘉儀,Sophie 即是說一開始,你的開始點是Jazz Band 我的開始點我會計算在巨星 因為我接觸很多不同音樂人 或者我會起碼進來半隻腳 因為我當時也沒有簽公司 我半隻腳進來的時候 我都知道自己有身邊的朋友可以Reach out 即是我想做的時候,其實我是有這個能力去 即是我覺得自己的起點是給其他人幸運的 因為當時這麼小就應該接觸到這麼多當前的前輩 但是你有這個機會沒用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這個是我當時最大的困難 而且有提供的時候 我又覺得又不是我想要 但是當你不想要這些的時候 你就要想自己要怎樣做 從小到大又沒有人教這件事 我又是一個比較 家企傳統的,讀書大 那我沒有想過原來可以用一個獨立的姿態去做一些 所謂好像比較 又不是反叛的 但是比較非主流的事情 所以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我做完這件事之後 我覺得馬上那個吉祥大了很多 我覺得好像那些東西紮實了 即是你意思是參加比賽 不是,做完整個經歷 就是由比賽去到這一刻 紐西蘭 對,紐西蘭去到去做一隻碟 去到結識不同的音樂人 去到直接出了碟 我覺得整個階段 我個人會踏實了 因為我十六七歲出來的時候 我唱幾首歌的人就會覺得 哇,很好啊 但是那些東西不是屬於我自己 那其實那種 我反而覺得那樣東西 那個不安 比我更辛苦 要很努力地做 這裡加起來是七年 是嗎? 其實王嘉儀她也是二十四歲 是啊 好像說了半個人生故事出來 搞到我都不太這麼回答 剛剛我們說了這隻碟 就是Sophology 你自己的Sophology 是一個 你怎樣形容它呢? 是一些哲理還是一些什麼? 其實是一些很碎濕濕的片段 但是我覺得 一些碎濕濕的片段 或者一些不開心 開心也好 就是成就了我現在這個人 我的成長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很偉大 其實可能我真的 我拍拖失戀 我就已經學了很多東西 所以這些小的片段 其實就是人和人之間 最需要分享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這些歌 寫自己的故事進去 連同很多朋友的幫助 樂儀是幫助我很多的 帶領著我寫這些廣東詞 將它們變成了我的 Sophology 一堆故事 今次就是六個大的片段 即六首歌 六個片段 五個 當中會不會有其中一些 是你自己最深刻的 可以說一個 就是深淵 深淵這首歌 我唱了百多次 嘩 是錄音的時候 是錄音 即是我這首歌 寫的時候 是寫兩三年前 這首歌 其實那時候的demo 叫徘徊 因為我很不開心的東西 我經常都塞在裡面 其實我也發現 很多人是這樣的 好像大家都要笑口細細 很開心 因為不開心的東西 就不是很願意跟別人說的 就藏在裡面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灰色的地帶 就好像沒有出口 那時候我經常覺得 我不開心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是分手 就是徘徊徊徊 也很迷惘 之後我跟樂儀聊這些故事 他就命了做心怨 我就覺得很重 這個就是其實我自己 一個處理不開心 以往的一個方法 這樣就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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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種比較 自己對自己很harsh的東西 因為我對著人要請強 或者我對著人要很開心 那所以 這個性格面 導致我入錄音室 我唱幾個唱不到 raisin 我就是我 ào 有白酒便想念曾經的廣遠 有野馬便躺在冰的街巡 摸發外的作弄 一个转出空洞 我是时间 你是破的挂中 太愉快 便躲避离开的心算 太习惯 便继续成为这心愿 无法跳出黑洞 一个痛得点动 我是涌化的雪 你是下跪的风云 情下去迷远 沉河岸石川 听不到归劝 追踪你旋转 心眼泪好酸 都不要判心这手船 好乱 逐秒下攻 逐秒缘练 只要跟你走不愿 从不怕呼吸 回转 太愉快 便躲避离开的心算 太习惯 便继继续成为这心愿 无法跳出黑洞 心中疼的天动 继续和你走算 你却下决心说穿 沉河去迷远 沉沉河看石川 听不到归劝 最终你旋转 心眼泪好酸 即使再挣扎 也不倦 好我 继继续成为这心愿 继续成为这心愿 只要跟你走不愿 平时都光线太短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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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阿熙其实他逼迫我很重要的 可能我唱一唱是好听的 可能我可以扮到很脆弱 扮到听下去是很不开心 但是阿熙涵就说 你又还未现真身 他觉得我还未肯将自己的不开心 透过这首歌跟别人说 你没有录到哭吗 有啊 不是啊 我都哭了 是吵架吵到哭 不是我脆弱哭 你跟阿熙吵架 我跟阿熙吵架 即是我在六个人 好了啊 第九十九次了 很大胆 我已经很不开心了 你收货了没有 是啊 我真的这样说 我跟阿熙说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表现 我不开心有什么问题 我喜欢表现掩饰痛的痛 那就是不会现真身的 就不会需要跟你说有多痛 这个就是你 是的 就是我那个很硬的面 但是阿熙就觉得 你写了一首这么不开心的歌 你用这样的方法去演绎的时候 你怎样跟别人分享你自己里面的情绪 嗯 其实他是说得对的 只不过我死都要吵 因为我不喜欢给你听说 水瓶座 水瓶座 去到最后呢 就哭了 其实是 直接工程师要出去吃烟 OK 然后去到最后呢 他是离开组音室 是 谁 他不可以再理不住了 他说没问题了 但是其实我知道他是给我空间 因为我有人在我表现 我反而有空间的时候 我才做到自己 那谁按键 是 全部跑掉了 工程师 但是工程师是不出声的 他很厉害的 做了很多年 他有那些不出声的大臣 是 所以 去到最后呢 还是还没可以的 我一次见一位朋友 又是很幸运的 因为这一行叫虾头 杨思文 是 他是专做演戏的 我又跟他说 我很不开心 我络不去这首歌 我当时錄不到的程度 是我会到处给人听 然后就说 掩飾痛就痛 然后小校听到那些 我好像有牆壁隔着了 都听不到你在唱什么 就是听不到情绪 所以那天我吃饭 虾头在那里 我就问他 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 令我叮一声 他就说 你掩飾痛就痛 就是你的痛要先存在 嗯 你唱歌的时候 阿希常常叫我去出来 唱大声点出来 他说你不是应该出来 你只不过要进去 你要进去面对他 那当我听完 叮了一声之后 第二天回去唱 我就一剃哭了 那现在是这一剃 哦 所以其实因此是那个 哭 对 好像很神化 但是这个真的是真人真事 但在其他歌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没有 因为这首歌 是我想我最脆弱 最里面的伤口的一首歌 OK 还敢不敢写这些 下次写完要录的时候 哈哈哈 我要一些时间 其实我不 我知道我正好 即是那些墙壁 那些墙壁 现在有一些孔了 即是透到光了 拆开了 拆开了一点点 但是 那个仍是我来的 所以我也是要用我的方法 去讲这些心情 是 我不知道 将来我希望我可以 但是不可以 也有不可以的方法去演绎 是 嘉怡她在未出这首歌之前 都要唱唱唱歌比较多 嗯 我看到你也算是一个早期 跟阿坤哥的一样 都是YouTuber来的嘛 就是网上分享作品 Live等等 是否自己也享受这个过程 我很享受 即是唱Cover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嘛 嗯 还有那时候呢 嗯 帮我拍片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支持音乐的老闆 就是他自己有开cafe 我当时做Fans Club Gathering 很久之前 即是十六七岁那些 Fans Club Gathering 原来他是那个老闆 他一直原来很支持我的音乐 他就帮我拍这些Cover 我自己就是 没有我上学了 一次五 六天就约出来拍 那我就是选择我自己喜欢的歌 做Live 就是我是这样的 我没有什么目的 但是有几个 即是怎么说呢 很多feedback 所以其实是一个bonus 就是纯粹是 真的唱而唱而已 是啊 就是想唱首Cover 然后有人帮你拍 但我觉得音乐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自己 享受你的音乐 我觉得唱歌 甚至做音乐 你去表演 其实最 你蒸馏了它 即是蒸馏了它 去到最后 其实这个才是初衷 这个才是应该的出发点 想太多的 通常都会有杂质 OK 那唱过这么多首 有没有哪首是特别好反应 或者自己最深刻的印象 因为现在可能少一点了 因为要专注于新叠或新歌 嗯嗯嗯 那我起码也会多一点的 是 呃 深刻 我自己有一首 多一点反应的 是想你的东西 那首就唱到很高音很高音 很过瓶的 是 反应很好是hea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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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和heat rate也是的 那时候又比较小 那我处理这首歌 其实都是 其中一个挑战 就是要唱的 range很高 而且我因为这首歌就结识了一个鋼琴手 就是我最喜爱的其中一个环节 做音乐就是我可以跟不同人玩 嗯 就是我觉得我唱上你的东西 哎呦 谁谁最近唱了 你看看这个很棒啊 那我就找了一个我曾经见过他弹曲 我可能不懂的 我就会上网去找 或者是friend的friend 我就会跟他说 就是开心见诚 你reject我又好 我怎么都好 我就找了他 不如试试jam 那结果jam完之后就是很棒 因为我们是live的 那我就觉得哇 这个人的琴技 很厉害 那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值得留念的片段 那现在在那些youtube的channel 看那些live 我也觉得很棒 跟这些朋友jam的moment 才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开心的 还有你 你在讨厌啊 太 group的 week 都还好 但也是在你 它都是很值得的 上面 całe好 我都可以与一下 我的 возь咬个人 就是你 视频的接近ares 还有其它的作品 背影使一副 爱我就快点arp 超 Zukunft的 ネズ 这畅.. 我 Quer得太有 shared 不要我 我心里纠缠 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天 如果爱可以重来 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想你的眼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眼 求你若不再爱你一遍 让爱再回到原点 想你的眼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能否为我改变 想你的眼 求你若不再爱你一遍 让爱再回到原点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Sophie上来 分享了最新的这张专辑 谢谢 应该是二月吧 二月我希望新年期间 我会推出我自己的DIY EP的实体碟 五首都是自己的创作 叫做Sophrology 希望大家会买 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在网上听了 其实我在香港正在播 因为粉专辑说实体碟 我也是喜欢实体碟 也是的 喜欢音乐的人也喜欢拿着一些实物 我相信 临走前想和嘉宜玩 我们选择题游戏 每个嘉宾上来都会选择 我们是A餐 B餐 可能是苹果还是香蕉 好 海元 你先还是我 好 简单一点 Sophie还是Sophology Sophie Sophie Sophie还是嘉宜 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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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一定给她选择 Sophie 还是赵曾希 哇 那赵曾希 老板听着我 赵曾希 还是王乐宜 我看王乐宜也跟你出生入死 我觉得我选王乐宜 阿希也没什么意义 王乐宜 其实王乐宜是谁 其实王乐宜是耀辉的学生 又有另一个故事 好像说也说不完 其实当时我写了很多demo 那些广东词还是很差 阿希就打了个电话给姚辉 姚辉知道我是一个妙龄的少女 然后她就说 喂 没理由找我去写 她说你做一些新的project 你想做新的音乐 当然是找一个新的人 是 然后就找了王乐宜 我觉得其实很有缘分 我们两个现在是好朋友 还要名字那么迟 是啊 那些人经常以为是那些姐妹 是啊 有这样的想法 ok 再有一条问题先 是歌来的 不如就选这两首吧 Like again Nap 还是心愿 Like again Nap 不一定的 很难选 我五首都很喜欢 okok 那Like again 还是Nap Like again Nap 就是自己想出来的 ok ok 好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Sophology有个中文名 你会放什么 王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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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同名大叠 真的名 是名 或者王嘉宜 然后加英文字 原来跟Nap 跟Nap 是一样的 王嘉宜Sophia 就是读完了 okok 好 谢谢Sophie 拜拜 D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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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 想趁你已多 想听听你唱歌 转心望你最念 只求非问一个 有一滴眼磊 眉头有掌心处所 很稀致你最汗的 知道得太清楚 就是 哎 哎 发现你海耳蒙太多 No You got me mad now You got me mad now 你不顾我感受 我不放弃追 You got me mad now You got me mad now 你想要享受 撑好又太惡心 和女神努力不斗 恐怕要足够 恐怕要足够 即使想切磋 外卖弄得过方 草莓半小小那科 总会开到花多 发现你海耳蒙太多 No You got me mad now You got me mad now 你不顾我感受 我不放弃追 So you got me mad now You got me mad now 那不觉意挑逗 你老人的手 就当时我没看透 就当时我没看透 恐怕要足够 Oh 终于都想起 终有一种快乐 是我做到 Oh 终于都知道 终有一些渴求 是我没曾起 厉害 喔 桑 夸张指线 终于曾帮我 男神地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